五千年历史,四人敢自称霸王,项羽只排第二,第一位几乎灭掉唐朝。 说到霸王两个字,大家都会想起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古人评价为,羽之神勇千古无二,是古代勇将的代表性人物,虽然最后自问乌将未能成就大也但起,因了叱咤千人皆废,的勇力与武艺,仍然备受后人推崇非常对的其他的。 霸王,名号不过历史上,敢称自己为霸王的不止项羽一人,此外还有好几个霸王。 有一个甚至比项羽还要梦历史上最早称为霸王的人,不是项羽项羽的霸王,名号并非首创此人才,是史上第一个自称霸王的人,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就,是那位卧薪尝胆的岳王勾建史记, 记载勾建秘武后,越国兵为强盛横行将怀诸侯进阶臣服纷纷派前史,结称臣纳贡尊称勾建委,霸王,再说武功排名第一的霸王。 隋墨唐朱就是李世民打天下之史,寻雄并起逐鹿中原,在西北农西一带又出了一个霸王,他名叫薛举字号,西秦霸王,薛举魁梧高大骁勇善战, 他最初在隋朝的金城府担任校尉,见天下大乱野城市而起割据一方,战地为王,薛举多次击败隋朝官兵和其他军阀势力越来越强盛。 617年薛举兴兵进犯陕西,侵入唐朝的势力范围,李世民率军迎战双方多次发生冲突,摩擦到了618年,薛举率领大军卷土重来, 与李世民在高指城对峙李世民见薛举士气旺盛,兵封锐利于是固守不出谁知他的不想留文静, 与阴海山部夫妻率军处战,结果遭到薛举的毁灭性打击唐军,战死顾伴李世民正在床上养病, 也爬起来狼狈而逃。西秦霸王薛举正要承盛进宫,直到长安,却身染重病, 不久死去他的儿子薛人狗继位李世民承机来供薛人狗,不敌明真一时的西秦帝国仅仅存, 在了一年零七个月,就迅速败昂就唐书记载薛举,凶悍善射肖武绝伦, 屡战屡胜无人能敌,就连手下名将如云的李世民,都差点命丧他手, 但他只知依靠武力,为人残暴誓杀不得铭心, 故而仅能昙花一现唐朝后期还出了一个霸王, 此人名叫康楚元,是唐素宗十七湘州的将领, 七百五十九年康楚元起兵反唐,自封难处霸王, 不过这个霸王有点不同,他与其他霸王最大的区别就是啥也, 不会闻不能闻武不能武,也不知这位仁兄, 哪来的自信,取了这么个唬人的名号?